首先我现在回答关于圣灵充满的提问 因为很多人对圣灵充满不明白 首先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圣灵充满 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耶和阿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也教灌使徒行传 二章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教灌凡有血气的 所以说到这个灵就教灌就充满了 在里面满有圣灵 这个我感谢神 我以前是不明白的 因为我没有这个经历之前 看到圣经说圣灵充满 我就以为但是爱神 但是爱神 但我后来经历之后我明白 我经历之后明白 就明白我起初信主的时候的经历 我的经历就是这个布道教为我安守祷告 我经历很大的爱 很大的能力充满我 然后后来我就有各方面的经历 有能力走过我的身体啊喜乐啊平安啊 还有很多教导 很多神给我的教导 你发觉我的教导都是能够很实际的帮助人的 这个也是从圣经来的 这个就是神给我的教导 是神的教导 这个圣灵充满就是被神大大的充满于 有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然后神就改变生命 就赐给我们圣灵的果子 就是喜乐平安啊力量啊 这些都是圣经有说的 圣灵要将祂的爱 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圣经有说的 有说神将平安啊圣灵的果子都赐给我们 这是圣经有说的 但有些人不明白就是为什么会倒下来 其实圣经有经文讲到这方面的 在启示录一章十七节 在你们的材料 我没有写下来 在哪里 在第二 第九 第九下的第二节 OK 这个是 接触 圣体接触 可以传递圣灵 但 第二下来的 哦 第二下来上面 第十 第十 经历圣灵的不同方法 在神强烈的同在 人可以跌倒 支持心灵制导 寄导和人在圣灵能力的中摇晃 在第三页 你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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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第大点 大点 第十个大点 第十个大点 然后 圣灵可以带来平安 轻松 安慰 爱 喜乐 这是圣经有说的 然后 约翰 在启示录一章十七节 他见到 耶稣就 扑倒在地上 在 他找钱 但其实 中文翻译 扑倒 在原文 不是扑倒 是跌倒 没有说扑倒 因为有人说扑倒 向前 就是 神 向后 去悬泪 所以他们反对 这些 在圣灵的聚会 有缘跌倒 这方面 这个 其实圣灵就说跌倒 他见到耶稣就跌倒了 这好像死了一半 这好像没有力量 当时我在一级 九八年的经历 当时我也去 马上跌倒的 马上 整个身体就软下来了 然后 扫罗在 《使徒行传》 九章四节 扫罗见到荣耀的 耶稣也去扑倒 也去 其实原文 也去跌倒 在地上 所以 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 就是 人在 神强烈的同在 都可以 不能站立 然后另外 在 《丹义里书》第十一章 这里没有写的 《丹义里书》第十一章 有讲到 《丹义里见到一象》 他就马上 马上不能 不能 战立 就马上跌倒 这个是圣经有 有说到的 《丹义里》 然后 《丹义里扬书》第五章 《丹书》第五章 《丹书》第五章 Game 7 万六章 万六章 因为神的荣耀充满圣殿 所以这些经文 都是讲到 在神前的同在 圣不能 战立 但我告诉你 很重要是这样的 它是经历圣灵的同在而跌倒 才有意思不去退倒 所以为人祷告千万不要退缘 如果有人去退缘的时候 这个可以不去圣灵的工作 但我也会这样说的 圣灵带来会跌倒 如果你投入敬拜 你发觉有能力摇动你的身体 有多少人有这个经历 就好像 好像我现在这样 当我投入 我越投入 我就发觉这个力量越大的 我投入这个力量 我如果不控制身体 这个摇动就更强烈的 有多少人有这个经历的 是的 这是发觉圣灵是影响身体的 圣灵不但是影响我们的灵命 也是影响我们的身体 你也会感受力量 有多少人在你投入打告 你会发觉有力量在你里面震动 有没有人有这个经历 没有啊 这个是另外一种经历 或者是能力流过身体 或者是喜乐涌流出来 你看到我随时想到耶稣就喜乐 但这个是可以控制的 你没有看到我不停的笑 不能说话 但我随时想到耶稣 如果我不停止的话 这个喜乐可以继续涌流的 这个是里面出来不是我笑 是里面涌出来的 这个是圣灵的带来的果子 带来有什么益处呢 第一 有什么烦恼都可以的益处 的释放 另外为人祷告 他们也可以尽力喜乐 可以平安喜乐 圣灵可以改变 也会更对罪敏感 留意到犯罪就觉得很不舒服 我现在任何小小的罪在里面 我都觉得不舒服 这个是圣灵的提醒 里面就会有圣灵的带领 声音 教导方面 很多方面都有的 这个 有些人说 我的跌倒是不是是圣灵呢 有些人说 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聚会有跌倒 是不是我以后就圣灵充满呢 我就告诉你 圣灵充满必定要保持的 不是你经历一次就圣灵充满 必定保持的 第十一个重点 十一个重点 如何被圣灵充满 这里我说到 悔改 憎恨罪 求神赦免 离开一切罪的意念 言与行为 这是第一个要求 如果你想 长期的圣灵充满 必定悔改 憎恨罪 离开罪 第二 读圣经 爱圣经 尊重圣经 第三 心里很想被圣灵充满 这是有这个可慕的心 因为神是神的心意 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教灌 凡有血气的 是神想 是神很想 所以我们就说 神很想 我也可慕 因为神想将他的灵教灌 我们的心里面 然后第四 第三 而且是相信 我相信神很想充满我 神很想 这是我们的拦阻 我们什么拦阻呢 我们没有信心 与神的关系不好 有罪 有烦恼 有重担 这是拦阻了 然后第四 尽量长时间用心灵 扎美 扎美 祷告 爱慕神 这是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神是拜他 这是整个心灵 去思想意志感情 去思混 思想意志感情 这里有写的 包括用思想意志感情 和整个灵去爱慕神 思想意志感情是什么呢 整个思想 认同神是最好的 圣经是最好的 是对的 是真理 是道路 是去神的道路 完全地接受 思想上 完全接受神的教导 完全接受神是最好的 这个思想 有很能信耶稣 但对神有怀疑 有抗拒 有没有见过这些基督徒 他们说信耶稣 但你教他做什么 他都不愿意 因为他对神 很多的要求都抗拒 也觉得神对他不公平 因为他说我有病 神又没有依据我 我有烦恼 神没有帮助我 但很多时候 这些烦恼 从他们自己来的 但有病不代表 神不爱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有 有病有多或少都有病的 所以有病不代表 神不爱我们 所以我们学习 整个思想 认同神是最好 一直决定跟从神 我决定跟从神 直到我死的一分钟 就是我死的时候 死后也要 但我在世界上 但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到死的时候 可能有人说 牧师你怎么样啊 你现在身体很弱 我说不要紧 我为你祷告好不好 我祝福你好不好 我会心里面 还是在最后一分钟 还是祝福人 去到天堂 当然是永远的哀求 但我在世界上 说最后一分钟 所以我永远不会退休 其实在我的年龄 很多人都退休了 但我不会 我也求神给我 实践 给我健康 可以继续地服侍神 就是这个意志 完全地跟从神 不要放弃神 不要懒惰 不要离弃神的 神的指意 然后感情 我们的魂包括思想 意志感情 感情是什么呢 神喜悦我们 是不是 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神对我们有没有感情啊 有 父人愿能忘记 他吃哪里的婴孩 这是有忘记的 我也不忘记你 所以神对我们充满感情 祂也怀抱我们 是不是 这是充满感情 圣经有没有说 我们应该对神充满感情呢 我渴望神 好像路 羡慕 汽水一样 就是 尽心 尽信 尽意 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 就是这样神放在手位 都是看到 与神有关系 大卫说什么 有人对我说 我们去耶和华的殿 我就欢喜了 欢喜了 去耶和华的殿 你会 我以为大卫是王 应该不会这样兴奋 但他就是 有人说 要去耶和华的殿 这就欢喜 然后他在 乐櫃面前就跳舞 是不是 跳舞 他是非常释放的一个人 我们也应该学习 大卫这样释放的 所以这个感情 想到神就喜悦 就容易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学习 放下我们的情感的拦阻 有很多人已经不会笑的 广告 广告有句话 广告有句话 鸡都不笑 普通话怎么说 鸡都不笑 普通话怎么说 鸡 鸡是什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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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都不寄 不是 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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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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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寄 不是 寄 不是 寄 寄 你們叫什麼 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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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 寄 寄 我們那邊話叫 寄 寄 你的 癢 寄 寄 你的 癢 寄 癢 我在說 有些 寄 癢 也不 笑 就是說 無論什麼都不 笑 因為都沒有感情了 沒有感情了 所以 我們就學習 我想到神就喜悅 我的 裡面去充滿感情的 然後 靈 整個靈 哀慕神 我告訴你 我打高手是這樣 我告訴你也是這樣 好像你的靈在裡面 飛到神那裡 啊 耶路亞 就好像在裡面 啊 耶路亞 也可以叫出來 啊 耶路亞 啊 耶路亞 耶穌 愛我 耶穌 愛我 耶穌 愛我 有些人這種呼叫 喜樂就湧出來 從心靈呼叫出來 啊 或者是好像我們的禱告 好像我們的靈魂飛到神那裡 啊 耶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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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像整個靈魂飛到神那裡 也這樣 也這樣煩惱都完全地吹出來 啊 所有重擔吹出來 啊 這樣 這樣 這樣禱告整天都 啊 感謝耶穌 你慢慢就容易越來越被聖靈充滿 從心靈的深處 愛慕神 喜歡神 渴慕神 然後 第五 尊從神 尤其是大 賤命 大使命 愛神 愛人 傳福音 見人的靈命 聖靈充滿是為了尊從神 不是 但是為了享受 然後第六 處理生命所有的負面想法 所有的人際的問題 所有的情緒 然後聖靈充滿的人 按手禱告和多參加聖靈充滿的聚會 有幫助 但不是 不會永遠 我們不能永遠靠別人 必定是自己保持的 這個才是聖靈充滿 長期的 與神建立這個關係 放下罪 長期的愛神 尊從神 處理生命 越來越被聖靈充滿 那聖靈充滿 我的定義是什麼呢 我自己的定義 是隨時禱告 都可以經歷神的平安喜樂 這個也有一些聖靈的根據 這位聖靈有說 聖靈叫神的愛 照灌在我們心裡面 所以一個聖靈充滿的人 就容易被神的愛照灌 被神的喜樂照灌 充滿神的性情表現出來 第一 第二 他為人祷告 帶領人祷告 或者是按手祷告 別人容易經歷 聖靈有沒有支持 按手祷告有幫助呢 我們看一看 第九 第九 身體接觸 傳遞聖靈 這句按手祷告 有能力 路加福音 六章十九節 眾人都想要摸耶穌 因為有能力 從祂身上出來 醫好了他們 路加記錄這一點 就是說 很多人都發覺這個事情 他們發覺摸著耶穌 就有能力出來 他們的病 就得醫治 他們都經歷過 所以他們很多人就想摸耶穌 這個就記錄這個事情 所以必定是很多人有這個經歷 他們摸耶穌就感受能力 就是說 有能力從耶穌身上出來 然後 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六節 耶穌說 總有人摸我 因為我覺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 就是 他覺得有能力出去 人也覺得有能力從他身上出來 所以 聖靈充滿的人 他們接觸身體 他們摸他 就感受這個能力 耶穌也說 必定有人摸我 所以有能力 不一定要按手才有能力 但通常按手是比較容易經歷聖靈 但 耶穌也曾經有這個 百夫長的仆人 他沒有去這個地方沒有按手 但這是一句話 這個仆人就好 這個仆人就好了 所以 耶穌有能力這樣做 但聖經的確說 手按病人 病人就比較好了 所以按手的確有能力的 好了 那我想說一點 關於聖靈跟邪靈的分別 怎樣分辨 邪靈來自哪裡呢 邪靈本來是什麼呢 來自撒旦 小孩子說來自撒旦 是的 本來之前是什麼 他們未墮落之前是什麼 是天使 是天使 所以也是神創造的 所以他們也是靈體 所以 邪靈還是好像天使 還像聖靈 有聖靈的一些特徵 特徵 特徵 所以邪靈也可以按手傳遞 邪靈也會叫人掉下來 這個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邪靈也是來自聖靈 所以他的能力 為什麼我們會 祷告會有能力推我們呢 是因為神的靈運行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感受到的 身體會感受到 聖靈是可以感受 我剛才說 我經歷聖靈之後 我就明白我出信主的時候的經歷 我出信主的時候 我就發覺每一次我唱歌 Hallelujah 我就發覺有喜樂 當時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就是經歷神 也許可以加強 但我的確發覺 當我讚美主 讀聖經 思想聖經 祷告 的確有感受 聖靈的同在 所以其實後來是更強烈 但之前都有經歷 所以每個基督徒都有經歷 問題是有多少的聖靈 充滿的程度 去到什麼程度 那邪靈可以傳遞 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有人的生命有問題 他們是犯罪的 他們是拜偶像的 他們是接觸靈界的 或者是這些問米的人 這些基童 你們是不是有基童 在廟裡面 請這些邪靈上身的人 他們都會有些表現 在網上 我們在這裡都看到的 他們身體會搖動 他們的搖動跟我們有些不同的 是很激烈的 我們的搖動是很融合的 我有些時候為人祷告 按手祷告 他們有邪靈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是很激烈的 很強烈的 但聖靈充滿了 也處理生命了 沒有邪靈了 就很平安 很舒服 很輕鬆的 所以 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很明顯的分別 他們不會帶來 平安喜樂愛 尊重神 聖靈會帶來這些果效 邪靈會叫人想自殺 想負面 霸人啊 發怒啊 有負面的想法 所以我們就可以分辨 什麼是邪靈 什麼是聖靈 如果有人為人按手祷告 你們要清楚祂的生命 祂的生命是美好的 祂安守的人也去平安喜樂 祂為你安守 你也平安喜樂 有動力去見見神 這個是從神來的 其實基督徒也不需要很怕 為什麼呢 如果有邪靈你敢 就可以出來了 如果你處理生命 有邪靈就可以趕出來 所以我本身不怕 但有些人生命不太好 就需要分辨 誰為你按手祷告 因為有些人 他們按手會推人 就需要有一種驕傲 或者是自私 或者需要榮耀自己 我們就分辨 這個是有些問題 但不代表他需要邪靈 為什麼呢 他可能生命有些問題 但有地方去遵從神 其實世界上很多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 他沒有完全的平衡 恩典和律法 他們都生命中有很多不好的東西 你有沒有發覺 有些基督徒 有些侍奉的人 生命還是有很多問題 因為他們不明白 任何的罪都有破壞性 他們以為犯罪沒有問題 求生生命就可以 所以他們生命有破口 這樣的話 他們 祷告有沒有問題呢 他們可以基本上是有聖靈 但他們 負面的想法或者是罪 有些時候會給魔鬼留地步 是不是代表他有按手的時候有邪靈傳遞 未必 但有些嚴重的可以有邪靈的 有些人有邪靈 我曾經見過一個說序牧師的 但他很多誤會 他說出來的 有些人跟隨他 他們說他很坦白 他說我見到婦女就有這些疑念 他就這樣說了 我說你為什麼這樣說 他說起碼我是坦白 很多人有一年都沒有說出來 但我說出來 但好像他是享受 但我說這個是不好的 但他為人禱告 我發現這些人的反應是 非常的強烈 每一個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是身上有邪靈的 這個是有問題的 有些人是這個情況 好了你們有沒有提問 剛才我有沒有回答你們的提問 老師你剛才說了一句好像是邪靈 也是聖靈來的 邪靈來自聖靈的創造 本來是天使 後來天使墮落 變為邪靈 邪靈來自神 因為本來是天使墮落了 但邪靈現在跟神是完全不同 邪靈帶來罪帶來破壞帶來自殺 都是不好的東西 你們明白這個分別嗎 但他們有些彰顯是類似的 這個我們需要分辨 所以不去禱告 跌倒就是代表必定是聖靈 也可以去邪靈都可以的 你要看他的生命 果效 他的果效是不是愛主還是犯罪 他的生命是什麼的生命 還有沒有提問這方面 關於暗守 剛才我不知道大家也未聽明白 約後再講 這個暗守的事 你要分辨的是誰在為你暗暴祷告 一個人不對 他的生命不對 但是你不了解他 你不讓他隨便為你暗暴祷告 因為他的祷告 如果他是負面很多 他會影響你 他自己生命中有破口 如果他裡面確實有邪靈 他也會影響你 所以這樣 就是暗守的事 你肯定是 他們在此 希望你在而立即 為人 他會影響你 Whereas 你選擇 不改 為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